电玻璃发展促进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里长博报告 当人类在天洞说的时候认为世界是有尽头的 而航海技术的发展揭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世界强权一一向外扩张版图 直到今天科学的力量已经逐渐地解开了地球神秘的面纱 今天的节目就要带各位听众朋友认识那些被遗落的失落文明 欢迎收听里长博报告 我是永博 首先来介绍今天邀请到的李明 我是鲁邦 永博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永博好 大家好 我是大内 永博好 大家好 我是娃娃 人类自从航海技术发达以后就不断地探索我们的地球 甚至发现了新大陆 控制了许多外在族群成为自己的殖民资源 也因为如此 有的文明会消失 有的文明则会变得更强大 是不是这么说呢 鲁邦 没错 永博 其实文明就是人类生活的足迹 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改变 也会因为战争导致兴盛或衰败 你说真的消失于无形吗 其实也未必 像是地中海内带的神话 也因为政权变换的关系 导致一个神奇有许多不同的面貌 这个就是文化融合很好的例子 就像是你的肚子原本有八块鸡融合成一块 传结力量大 是这样 就以失落的文明来说好了 大内 你贵为书店的店长 有没有什么作品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稍待我一下 我找找 其实关于这类型的作品 好像不少 像是这本亚特兰提斯传奇 还有这个上帝的指纹 神的刻印 创世纪守护神 哇 电影的话有更多 像迪士尼在2001年就有一部叫做《失落的帝国》 而Gainax的《海底两万里》 多多少少扯得上边吧 听大内这样说 这样的作品还真不少 虽然永博这类的漫画看的不是很多 但是呢 许多电影的确很喜欢以古文明还有历史作为题材 像以前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 印第安那琼斯系列 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放的那个主题曲 好看好看 永博就很喜欢看 对 那哇啦 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刚刚大内说的那几部作品 是的 永博 大内刚刚说的那几部作品我都有看过 像是亚特兰提斯传奇 就比较偏向动作冒险类的作品 而作者也很巧妙的将世界各地的传说 神话连接起来 变成一个具有关联性的故事 然后呢 再从中找出线索 中间还有被山中老人追杀的故事 另外像是上帝的指纹与神的刻印 还有创世纪守护神 就比较偏向写实系 他的作者是英国著名的作家 葛瑞姆·汉考克 他同时也是一名记者 那原本这三本书都是以小说的形式问世 后来再被绘画成漫画推出 那葛瑞姆的小说部分也推出了很多部作品哦 听哇啦这么说 看起来这个范围真的是非常的庞大 不过呢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 把这个庞大的范围稍微 缩小一点点 就是传说中的乌托邦亚特兰提斯 还有刚刚所提到的山中老人 好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欣赏来自亚特兰提斯 失落的文明当中的原生代 Songriders 太阳骑士 好 首先我们来聊聊很多作品 都会提到的亚特兰提斯 究竟这个亚特兰提斯 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鲁邦请你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 其实到底有没有亚特兰提斯 一直都是有争议的哦 最早是出现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面 内容是说在海克利斯之柱 也就是现在的 直布罗陀海峡附近 有一座很大的岛 岛上是由十位英明的国王统治 人们过着富庶和平 及高度文明的生活 后来因为人们的腐败 宙斯就将他们沉入海底 于是这个传说中的高度文明 就在一夕之间回于自然灾害 先不管亚特兰提斯的文明 究竟到达什么样的程度 刚刚鲁邦也提到 它的存在其实是颇具有争议的 娃拉 请你来说说看 依照柏拉图他的说法推算 这座岛屿存在的时间 大概是距今一万两千年前 那由于时间太久了 又没有确切的证据 证实它是存在的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 这只是他自己为了提倡乌托邦的理念 还有奉刺归建当时的雅典 要振作起来 所虚构出来的故事 虽然柏拉图也多次对苏格拉底说 这是真实的事件 他自己也多次的走访埃及去查证事实 但是一万两千年前 人类就有高度文明 这还是蛮令人难以置信的啦 不光是如此 就连位置也是众说纷纭 根据对话录的记载 应该是在海克利斯之柱 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附近 但是之后像是在百慕达三角洲 还有巴哈马群岛 以及爱琴海的希拉岛 甚至是南极大陆等等 都有有关于这个失落文明的传说存在 永伯你知道吗 你刚刚说的都是海底 但其实就连山上也有人去寻找 亚特兰提斯的存在 怎么可能 其实这个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纳粹因为要提倡 亚利安人的种族优越理念 还组织了探险队前往西藏高原 那这支探险队的推手呢 就是那时候的党卫军的头子 希姆来 这个人在1935年 组成了祖先遗产学会 并且在之后组成了五人的探险队 寻找亚特兰提斯的下落 纳粹战队 这中间的距离会不会差太远啊 没理我 那最后他们有没有找到什么呢 最后什么都没有找到 至于为什么会去西藏寻找亚特兰提斯呢 因为希姆来相信 在那场大洪水之后呢 幸存的亚特兰提斯人 其实乘着飞艇逃往现在的西藏 纯种的亚利安人 正是这支神族的后遗 为的就是将纳粹的侵略行动正当化 像永伯你爱看电影啊 应该就很常看到纳粹到处挖宝的桥段吧 对啊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对 法贵骑兵 对没错 其实希姆来呢 真的是一位神秘学的爱好者 在法贵骑兵里面 也可以看得到纳粹在寻找圣碑的下落 像是什么飞碟啦 黑魔术啦 人体改造 什么都可以扯得上边 那么为了赢得战争 纳粹真的是创意无限 想象力很超能力 没错 不过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寻宝的行动嘛 对啊 只要有寻宝的行动 就一定会有守护者的角色出现 嗯 那么在亚特兰提斯传奇的作品里面呢 山中老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而传说中的南极大陆又是如何被冰封的 我们休息一会儿 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现在要听的歌曲 出在以山中老人为背景的游戏系列作 刺客教条2插曲 Azios Family 欢迎继续回到动漫我要听的节目现场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李长博报告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呢 就是有关于失落的文明 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提到了亚特兰提斯传奇这个作品 在这部作品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主角 入宿一行人探索整个亚特兰提斯的冒险故事 不过在探索的一开始啊 他们就被神秘的组织山中老人警告 不可以继续探索下去 否则会有生命的危险 直到他们揭开真相之前 这个组织从来没有放弃追杀他们的念头 除了这部作品之外 这个秘密组织也很常出现在其他不同的作品里面哦 是不是啊 瓦拉 是的勇博 这一部亚特兰提斯传奇 是改编自东周雅乐斋的小说 亚特兰提斯传奇 入史堂见文录 虽然其中有许多的穿凿附会 但不免是天马行空 大胆假设的一个冒险小说啦 那里面有提到这个山中老人 他其实就有点像是财宝守护人那样的一个角色 他认为说有很多事情是人类不能知道的 有很多秘密是人类不能去挖掘出来的 那一旦这个秘密被揭开 就会对人类世界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而在作品当中 他们就是守护这些鲜明的知识跟财宝 你们知道吗 其实倚天屠龙记里面的那个光明圣火令啊 这是初代山中老人首领霍山打造的哦 对霍山的本名就叫做哈桑 真的假的 真的没错 山中老人哦 这个最早的记载哦 一说是出自于马可波罗邮记里 对了顺带一提哦 马可波罗在当时还有个绰号叫百万先生哦 蛤 百万是拿来的 对 是拿很多钱吗 不是不是不是 其实哦 百万先生不是很有钱的意思啦 是因为当时的资讯不发达 所以他归国后所说的一切 人们都觉得他在吹牛 百万先生就是很会吹牛的意思 那山中老人呢 其实是在十一世纪时 一帮伊斯兰的激进教派叫做阿萨辛 山中老人是他们首领的通称 不过史学上面通用的义名叫做哈桑 也是因为哈桑将据点设立在山里面 才有了山中老人这个称号 而在这个首领底下的刺客杀手们 叫做哈萨辛 因为是宗教分歧演变出来的组织 所以在派系斗争之间 也渐渐演变成一支训练有素的杀手集团 在当时哦 并没有像日本人者那种刺客行业 所以后来的英文刺客 渐渐演变成现在的 Assassin这种毒法 然而他们是怎么培育杀手 还有派系与十字军的斗争 到后来蒙古人打到阿拉木徒 最后被歼面 那就是很长的故事了 卢邦 谢谢你 谢谢你自动停下来 因为我还想说你要一直讲下去 那到最后我们的录音师 风歌要花多少时间把它剪掉 认真还被写 但是呢 在众多的作品当中 还有文献的记载里面 秘密组织还真的是不少呢 像是光明会啦 共济会 三合会等等 有机会 鲁邦你再来为我们介绍 真的吗 假的 好啦 在我们认识了山中老人之后 继续回到我们的亚特兰提斯 大奶你还记不记得 在节目开始没有多久 我们提到了南极大陆 对不对 对 似乎有一种说法 是支持着亚特兰提斯的南极说 当然记得啦 之前提到的葛瑞姆汉考克 他就相信南极说的说法 怎么说呢 是说南极大陆可能原本不是在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位置 而这个说法一切都必须从西元1513年的土耳其海军上将皮瑞雷斯地图说起 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人类是在1818年左右发现南极大陆 到20世纪才开始较具有现代科技的探勘 有趣的是皮瑞雷斯地图却详尽地画出了南极的轮廓还有河川 而地震测量法也是近代才有的技术 在500年前可以准确地画出现在被冰封前的南极大陆 那很神奇 皮瑞雷斯也在一旁的笔记写说 他是看许多更早绘制的地图在重新绘制的 没错据说南极大陆是在西元前2000年被冰封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究竟是谁能够汇出这样的地图呢 然而哈利普德的地壳滑动说解释了南极大陆的移动 虽然面对来自各方的质疑还有抨击 但是却也没有办法斩钉截铁地封杀这样子的理论 相反的带给了人们更多的想象还有逐梦的空间 古文明的传说带给我们浪漫美丽的幻想世界 但是在追逐的同时也请内心人类依旧是如此的渺小 如果传说曾经真实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更谦逊地 让我们的文明继续地传承下去呢 李长博报告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最后来听迪士尼失落的帝国片尾曲 Where the dream takes you 请问什么是欧帕兹呢 没有你用钱我要去寻宝发大财 哈那你要怎么做 就看看哪边有古文明的遗迹啊 然后碰碰运气搞不好可以找个欧帕兹 然后高价卖出我就发了 我说你啊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欧帕兹啊 不就是西式珍宝之类的吗 才不是嘞欧帕兹的意思是指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土的加工品 像是用途不明以及超出之文明所拥有的科技层面的加工品 或是动植物类的化石等等 要举例的话像是巴格达的古老电池 或是欧洲的十二空心立方体 或是之前红旗一时被爆是夹的水晶骷髅 都算是欧帕兹哟 哈那所以欧帕兹不见得是值钱的东西咯 可是动画都这样子演啊 那当然啦别被动画给影响了 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嗯我要像国家宝藏的班杰迷一样 找黄金会比欧帕兹来的实际多啦 你快去睡觉比较实在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